等一下 等一下 我帮你们了 马上就可以了 今天到公宵吧 我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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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你 不要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今天我结婚 你们在这里等到 你想让我不吉利吗 马上就让开了你 就等那一分钟的时间 不要结外生枝啊今天我们结婚 这是结外生枝吗 明明看到我们婚车来 他们还在这里 还有我们等 还有我们婚车等 你这个人真的是的 马上装了就可以走了 你非要推下去你看现在怎么办 前面那里路那么宽 等一下就可以过去了 就是了 我告诉你我结婚我 容不了你们半点 在这里弄我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你敢打我吗 你把我盗裹弄上来 我干嘛要帮你打 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有钱有事 有钱有事 你看看不起农民啊 我有钱我想干嘛就能干嘛 再说我又天上的心心 他们哪怕是怎么弄他们 也要想办法给我摘下来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不给你过了 你除非把我盗裹弄上来 还有我辛辛苦苦一代一代的往上扛 你一脚就把我给你弄下去了 不给我过是不是 不给 有话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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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姑娘啊你做了 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哪里过分啊 没有我们农民你吃什么 你换什么 我們有钱啊 先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看你们都是重逢啊 先这样吧 来给点钱你们 这个可以买十包八百豆 ko 谁让你给点凑钱啊 你把豆 ko给你弄上来 我告诉你我丢了这些东西 你觉得我能替你们捡回来吧 不可能 不行你不用过去了 你今天的环境就不用结了 你过了跟你说 都要去嘛 不要让大家 道歉都没用了 我要把他把东西弄起来 道什么道 我什么身份 在我的字典里面 就没有道歉这两个字 还有我们家有钱有事 我需要跟他们道歉吗 行行行行 行了我们去解 我们解 我跟你道歉 你道什么歉 跟他们道歉干什么 又不是我们的事 我们解了 我们解了 你不把东西弄上来我告诉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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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娘们真的是 你这个娘们 哎哎哎哎哎 不要打 哎哎哎哎哎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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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婚礼都要你搞到这样子 好好地道歉 你被人家弄下去干什么 真爱的 你看到我被人家打 你那不帮人家 真爱的 真爱的 你老婆劝劝你 别闹了行不行 今天我们结婚呢 我这是闹吗 人家都欺负在我逃上去了 什么 平时你在外面 有那些小事情 我都忍了 啊 我都都 不计价是不是 现在到底谁欺负谁啊 明明是你欺负我们这些 刚刚他打我 你都不帮 帮什么帮啊 哎呀 你都三十多岁了 还这样 不够成熟 不够稳重 今天结婚呢 你还这样子 那我平时都是这样子的啊 平时都是你们宠着我啊 我告诉你啊 你们家里人宠着你 你出到外面可没人灌着你啊 快点 哎哎哎哎 快点道歉快点 我干嘛道歉我没错 我道歉 明明是你错了 道歉嘛 我没有错 你为什么要我道歉 还准备不误 新郎官这么明确 你不道歉是不是 不道 好 我验了很久了 你知道吗 凡你给我滚 自己搭车回去 今天滚 不用起来了 什么意思啊 你敢吼我啊 什么意思 你不听我是不是 不要你啊 验了都不要你了 还赖在这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不听我 这是你的存知 你别害我 我走就点了 主题目前毁三代啊 是啊 你什么眼光啊 看你这种新年 这个我知道啊 但是没办法 平时那些小事 我都忍了 没想到今天结婚啊 他还是那样 无理取闹 小事贱人品 你看你娶了什么新娘 我告诉你啊 娶回去啊 你真的是 加钱不灵 哎 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帮他们捡那个东西 新娘玩都跑了 没事 今天这个事情 我也任期他了 不娶也罢 那不娶呢 家里面还有一百多桌 那怎么办啊 哎 不如三公里不还在家里面等着呢 帮请他们喝酒啦 不行啊 不好吧 举不到新娘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 没办法啊 新娘也走了啊 是不是 算了 算了 要再看机缘吧 大胖 先回找啊 其实我 暗恋你好久了 我喜欢你啊 要不我今天做你的新娘子怎么样 真的吗 是啊 你原品那么好 你不介意吗 我 我问你啊 你介不介意 我不介意 小心 谢谢你 你看娶老婆就要娶这样的 原品好 新必善良 看三姐眼睛进来 就是嘛 好好好 快点回去了 那我们上车 不好意思啊 帮你点进来 我们等于自己点就得了 不然 你去我们那里喝酒 等下我们把东西弄回去就去你们家 好 怎么样 行行行 那我们先走了 你自己开车了 我帮她点了 行行行 太干净了 先放这边 放这边 哎呦这个 有没有人跟着来啊 没有没有没有尾巴 确定没有 确定没有 那那先进来 走 哎呀 这个玉米村长啊 怎么跑进去寡妇小燕家里面去了 哎呀 两个也肯定有一腿啊 告诉他们去 村长 哎呀 你那么着急叫我来干嘛 哎呀 这个风贵 烂了 烂了 而且我要不会休 你也知道 我老公去得早 我现在这种活我都不会干 哎呀 这种都是男人干的活你肯定不会啦 那你看看 蒙蒙帮我修一下啊 行行行 也拿回你了 那我去找一下工具啊 我刚需要什么工具呢 噢好 找个锤子啊 噢好 来路过去 哎呀 哎呀 这就不怕了 哎呀 哎呀 村长锤子就找不到 这个石毫就能找得到了 找不到啊 哎呀家里可能锤子锤子也没有了 我明天上街重新买个 行行行 那我弄一下啊 小心一点啊 小心 小心别弄到手啊 不要弄到手啊 噢 村长你真能干啊 你什么活都会干 哎呀 男人嘛肯定会一点啊 也是啊 也难为你了 家里面没有男人 哎呀 他们接把邻居 他们又不敢来帮忙 真是 他们都怕家里面的老婆 所以我只能偷偷摸摸的叫你来了 哎 没办法 谁叫我是一村之长啊 记得小心一点啊 哎呦 怎么回事 哎呦 哎呦 又又又弄到手了 弄到手了 哎呦 痛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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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 哎呦 干嘛你们 我都看到了 两个人在叫你这样啊 就是了 哎呀 我锤到手了 痛死了 你来了也不 也不关心我一下就 哎呦 就说我 我关心你 我还关心你 我要怎么关心你啊 我手都这样啊 哎呦 吹吹吹吹 哎呦 真的是 你叫寡妇寡妇也是 是啊 误会啊 真的 他有寡妇在家里面 这个风会烂了 上不染了斗骨啊 所以我就 他叫我来帮弄一下 嗯 基本上他们 你们都知道了 一个都不肯来帮他的忙 献什么话呢 献什么话 哦 你就热心了 你什么都帮了 那谁叫我 你不知道寡妇们全是非多啊 那谁叫我是村长啊 你不帮我 我不帮谁帮啊 哎呀 我没见你那么勤快 家里灯泡 都坏了半个月了 没见你动一下 我叫他爸修什么 他说哎 没空 你是个男女会啊 我不会修啊 人家一个女人家 啊 降无趣事的早 哪里 这种种活哪里会啊 哎呦 你不 舍不得他做种活 你就舍得我来做做种活啊 不是啊 我家里面的我也干脆迟一点先嘛 人家的先优先 嘿 真的是误会啊 为什么会 你闭嘴我跟你说 你看看你 天天装的花枝招展的 天天穿的这样 对了对了对了 你们不相信是吧 你看 这就是证据我刚刚我怕你们误会 我特意录了线 你们自己看 自己看 是吧 真的没有这回事 真的 错坏了 哎呀 所以说你们 哎呀 没有证据你们 是你 是你你你你你你 那倒事实是吧 刚才碰到你鬼鬼许许的 进 进他家里面还关着门啊 什么鬼鬼祟祟的 什么鬼鬼祟祟的 都说呢 大家都街坊邻居了 一个都不敢叫 叫了一个也不来帮忙 所以说 他只能偷偷摸摸的来叫 怕人家误会啊 那你这样偷偷摸摸的 更容易让人误会啊 那我能怎么办啊 平时叫二牛 二牛他也不帮我修 那 对了 一个都不来帮忙了 那不只能这样了 等下又又又又 啊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整个村子里面穿过变呢 还像话吗 那你这样三天两头的 今天这个坏 明天那又 那个又坏 三天两头的往寡妇家里跑 人家心里怎么想啊 我也是 哎呀 见他那么困难嘛 你们大家的女人 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而且大家都是街坊邻居了 再说他的老公 在世的时候 跟我们啊 还是好兄弟 好朋友呢 啊 小时候跟我们还是 同传一条裤子 啊 那个开张裤呢 现在他老公走了 哎 一个都不来帮忙了 哎 还是兄弟吗 还是朋友吗 啊 让人家 千里挑挑嫁过来的一个女人 心都凉完去了 有这样邻居吗 那你们也不能够偷偷摸摸的嘛 你 你这样也不是办法 你今天又 又又是村长 明天又叫另外一个男人 那我 你说到时候 人家都 这样对你名声也不好 是不是 我也不想啊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以后啊小燕 你又公开的叫 哎呀 刚才这样了 你有怎么办法 你老是这样 今天叫一个明天叫一个 这个也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 那你 你打算在这里守活寡 守一辈子吗 那我还能去哪里啊 哎 看你这个也是可怜 哎 刚才这样了 我们帮她找个好人家怎么样 哦 你以为说找就找啊 那现在一个寡妇 人家说起来啊 人家村里面 农村里面都知道了 又说什么客户啊 什么之类 谁愿意要啊 行了 能嫁的话她早就嫁了 行了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就当是为她的后半辈子幸福着想 行不行 你 见有好男人 哎呀我 我有好男人我肯定介绍给她了 你放心了 你要不然老是这样 你公开来说也行啊 等下今天这个男人 明天又那个男人 不同的男人 回家对他 民生也不好 是不是 哎 哎 说来说去小院也是 你这样 哎 手活寡 现在手寡 也苦了你啊 就是了 你毕竟你还那么年轻 才三十多岁 干脆这样吧 你听信她了 跟她去看看 我带你去找个好人家 你放心了 保证是好人家 那好吧我听你的 行行行 那你马上带她去的 行 你这个修好了没有 这个差不多了 还修什么修 先带她去找好人家了 我先带你去看看好人家 好吧好吧 哎牛啊 不要弄 弄那都事实了 哎呀 谁知道你拖拖摸摸 哎呀走 哎大胖 哎 出去了 是啊 我想去玩一下 哎呀玩什么玩 好事上门了还玩 什么好事啊 哎 不是看你三十好几了 连老婆都没有一个吗 哎呀你 你也不看我叫什么条件 放心了 姐给你解决了 真的吗 来看这个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吧 是可以哦 不过我先说明啊 她呢 结果婚 但是呢 老婚去世了 所以是个寡妇 不会吧 姐 你怎么 只有这种人给我啊 只有寡妇给我 哎呀你现在真的是 你还嫌弃人家哦 那不嫌弃啊我 你都多大了你 再过两年了 你又四十了 你看我黄花大龟男呢 你还没结婚呢 哎呀你还黄花大龟男 我告诉你啊 再过两年了 你就是老黄花的媒员要你了 就是老 大姐说这种话 真是再看你家这条件 能取得上都不错了 再说了现在 黄昏那么多 看见一个赶紧就下手了 而且你看看人家 长得那么大块 而且又勤快 家里家外一把手 我告诉你啊他要是嫁给你之后 保证你不出两年 泥土房变成小洋房 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哎你以为啊要不是他老公去世了 能轮得到你吗 也是哦 那不是真的 再说了 人家是带嫁装过来的 不用你出彩礼 不用出彩礼 还要有嫁装那些啊 肯定有了嘛 那我是借了大便宜了 所以啊你还嫌弃人家 我嫌弃我嫌弃 确定啊 真的真的 不过我告诉你啊 虽然人家是个寡妇 但是 人家也是个女人 你要对人家好才行哦 这个我懂我懂 是吧 来小燕 你看这个怎么样 我看到她也是个老实人 反正我听你的 你介绍的怎么没错的 行了那就行了 以后啊你嫁给她了 就不会再有那些 什么张三女士 家里需要帮忙的她都会 对 也没有人再去骚扰你了 是吧 姐姐你放心 我对她有证吧 那行 就要你这句话 那就行了啊 回去好好过日子 人啊我就交给你了哦 他不用拿行李过来的 哎呀拿什么行李 改天你再过去 帮她收拾不就得了 也是啊 那不是真的是 多谢你啊小摩 不说这种话 好好过日子啊 谢谢了 先给我们先进去了 今天晚上先 刷着老母亲先扶一下先 好好好 不要老是出去玩了 哎呀这个寡妇的问题 终于解决了 我要回去看一看死老鬼 看看她还想帮谁的忙 诊事 提示的发金了 等等 等等 干什么 干什么 还认识这个人吗 谁认识她 谁认识她 你们今天我结婚 接新娘子回去拜堂 你们来这里头什么了 你可以不认识我 这两个你都不认识是不是 叫爸爸 爸爸 叫他给钱 给钱 我不是你的爸爸 知道吗 我跟你妈妈已经离了婚了 离婚了你也是他们的爸爸 离婚了你责任可没离 哎呀你这样怎么这样子啊 你有手有脚的你干嘛不去工作养孩子 你干嘛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现在还有手 但是我脚没了 我脚都动不了了 你是不是应该给点抚养费呢 我为什么要给啊 那有什么事等以后再说嘛 你结婚了 不行等以后我就找不到她吧 我今天就必须要到钱 你你不给钱我 你就不用结婚你今天 怎么回事啊 你你只告诉我你结个婚啊 没有告诉我你还有两个小孩 哎呦我跟他离了婚了 两个小孩也跟他 那我肯定是没有小孩了 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不敢跟你跟你说他有两个小孩 当初我跟他好好的就是他嫌弃我 连续给他生了两个女儿 他要的是儿子 他要儿子来传宗接代 他不要女儿 什么年代的你还有这种思想啊 什么这种 你看你看我要儿子传宗接代啊 是不是 那我也不能保证 我一胎就给你生个儿子出来啊 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 我管你们能不能生好了生女 反正今天你要给钱 我没钱干 你知道我结婚了 要买房又买车 还要给新娘子彩礼钱 以后还要跟他去度蜜月 哪有多余的钱给你啊 你在那里风花雪月 你有钱买车买房 还有钱给彩礼 你就没钱养你这两个女儿 他们两个可是你的女儿 我跟你说 也别说我不改 这里三千块 拿着 够你几个月生活费了 你三千块你就想打发我们了啊 当初法院怎么说 我们离婚的时候法院可说了啊 你一个小孩一千块钱 一个月就两千 你我们两个现在离婚五年了 你到现在为止你给过一分钱没有 你现在就拿三千块钱出来就想打发完了 哎呀那你现在已经拿半生了 你看不随了你看 你还想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你几千块啊可能都够你一两年的生活费 你不要开销太大 不要大鱼大鱼 清淡一点懂吗 行三千块钱行我抚养费我可以不要 那那这两个我没办法养了 我现在脚我已经动不了了 这两个给回你啊 法院已经判给你了 你自己养 我带两个孩子我怎么结婚啊 我怀你 你带着两个小孩你也结不了婚 那我现在连腿我连动都动不了了 我就能养这两个吗 那谁管你那么多 你当初自己选择的 那怪谁啊是不是 哦如果我不选择 你就让任留他们两个自生自灭是不是 赶紧先把人家的那些抚养费先给了 要不要这个婚怎么结 给了给了看你给了给了 然后就结婚了 然后两仅其实 我没有钱给 没有钱给你 你今天就不用结婚我跟你说 先把我这些彩礼给你 这个是我们以后我还要度蜜月的钱啊 也是你的彩礼钱啊 你现在还有心情度蜜月啊 你小孩都没了车了 你这个系统这么狠啊 没我的看不上去了 人家一个离后婚的女人 带来两个小孩就脚要断了 人家容易吗 我告诉你我但凡 我前面五年我脚还能动 我还可以养 我能去工作我能养 现在我但凡我还有一点办法 我都不会来找你这个父亲哈 再说再怎么离 这个父亲的责任不能离啊 他只存在你的女儿啊 对啊该给多了就给多了 这里只有十二万 十二万五年刚好够 那你剩下的呢 你剩下以后不用给了是不是 保验人家说了啊 你要把这两个养到十八岁了 哎呀你要怎么养 以后我跟他结婚了 还会有小孩的 还要养我自己的小孩啊 是不是 这也是你的小孩啊 先把他们处理好啊 还有我 你跟他结婚生多少个我不管 反正现在这两个就是你女儿啊 你要不要养吧 那你拿到钱你赶紧走吧 我给给后给啊行了吧 这一个是前面五年的 前面五年的啊 你给完了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我后面再给 每个月给一点行了吧 我答应你就行了 你赶紧走了 你这五年音讯全无 我才不会再相信你这个鬼话 哎呀你放心吧 毕竟他们啊 曾经是夫妻 你连这点都不信仰我的话 是不是 你的话一点都不可信了 我现在一 我都不敢相信你的话 我要是再相信你的话 我们这娘杀 就全部都喝西北风了 哎大牛哥 你说说好话 哎什么大牛哥啊 哎 你这样你前妻的事情 你都不处理啊 我怎么能够放心 让我们嫁给你呢 录个箱作为证据 好好处理一下吧 是 你 赶紧录啊 你要不要给我 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 一点担当都没有 啊行 录录录录录录录 你这真的是的 除了说一日习一百日 还做得这样 这么绝的 孩子说 别废话那么多 好好 一下啊 我每个月啊 打抚养费到小莫的卡上 每个月打两千块 转时二十五号给 哎呀 直到把小孩 抚养成羊 到十八岁为止 得了吧 我告诉你 你最好按照你现在说的去旅行你做父亲的责任 否则的话我就拿着这个视频 我先告到法院我再把它发到网上去 我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你这个父亲汉 你这人真的是赶紧找的 哎呀 新娘子啊 告诉你啊 这种渣男父亲啊 你小心啊 你看我姐 今天这个历史就在这里 我姐的今天可能就是你的明天 你要小心啊 没认识啊 钱拿到了 录像录像也录了 哎呀 还想怎么样 他就滚 小心点 哎 走啊 亲爱的父亲 走怎么走 经过你前期这么一闹啊 我才知道原来你是个这么家 上来不养 负心汉 负之过 连自己的心肝骨肉都不要 还有个重男性女的思想 那我再过去给你 如果我上来个女儿 你是不是也要跟我离婚啊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是真心爱你的 是不是 爱爱爱 我告诉你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前期的历史 我说不定 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真的想不到你这么家的人 你不配做我老公 不配做我父亲 都不配跟我结婚 你也不配做我妹夫 哎呀 今天结婚 我就不跟你结了 哎呀 亲爱的 对 没法结了 走 走 喂 你打光看你辈子吧 哎呀 走吧 你酒也没法喝了 我走了 哎呀 哎呀 怎么这样子 好好的婚礼 被你这个前妻这么一闹 狂了 那怎么怎么办啊 小林 毕竟你是半年 你也是我同学 是不是 那你不由 你嫁给我吧 是不是 我嫁给你 你配吗 生而不养 父子过也是一种罪过 没责任 没担当的男人 你配做我老公吗 有可能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我面前 你还想让我嫁给你 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没有新娘子回去啊 丢脸啊 你也知道丢脸啊 那你知道丢脸 你就不应该做老赖啊 不应该做个父亲汉 该把父亲的责任担当起来了 哎呀 那现在 你看 怎么办 你就不能同意我 嫁给我 同意 丢脸在你自作不受 怎么办 哎呀 怎么办啊 现在新娘新娘子也没有 哎呀 都怪我啊 哎呀 做父亲啊 哎呀 做男人的当当的 不然真的打光棍一辈子了 哎呀 太丢脸了 妈妈 妈妈实在没办法了 哎呀 你在这里等下好像奶奶收养你吧 妈妈走了 妈妈没办法养你 哎呀 不要哭啊 等下就好有好像人来救你啊 不要怪妈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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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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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干什么啊 哎呀 哎呀 有什么事情 没想不开啊 有什么委屈啊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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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也想不得了啊 哎呀 妈妈没有办法了 干嘛呢你啊 你啊 你谁跟你分我养 要孩子帮我哭 干嘛 干嘛 别这样啊 有什么事好好说 哎呀 我跟前夫离婚了 回娘家 娘家又不接受我 我实在没有地方去了 哎呀 哎呀那也不能寻短见啊 哎 你看你那么 还那么年轻 哎 未来还长着呢 以后还日子还长着呢 你实在走投无路了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哎呀 哎呀 这样了 哎 你不为你自己想想 也为孩子想想啊 为你的父母想想啊 你的父母 啊把你生下来 把你养那么大 容易吗 哎 哎你就这样了 啊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再说了你现在 啊 你来这里 啊 寻短见 你对得起孩子吗 那孩子怎么怎么办 有想过他吗 我自己一个人也没办法养活他 那刚刚你说什么 娘家也不要你啊 娘家都不要我了 他们说我当初不听话 非要家那么远 那太可怜了 那太可怜了 所以我就活不下去了 没有办法活了 哎 你干嘛要救我呢 哎呀 不要想不开 哎呀 要不这样了 我家就我一个人 房子大着呢 啊 有几间房子你可以 我可以可以给一间给你住 不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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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绝对不收钱 是不是骗人呢 我骗你的 我不会骗你的 哎 我就是住在隔壁村 我今天我拉了一个客人来你们村啊 你是这个村的吧 哎呀 不要这样了 都说了 你要为孩子想想啊 你看这个孩子那么可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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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新人 那就谢谢你了 没事没事 你让我安顿几天 等我出去找到工作 我就给钱你 不要着急 你慢慢就慢慢就 等到你一切安稳了以后 你再再走都不迟啊 好 好吧 哈哈哈 我们有救了 妈妈以后一定努力工作养活你啊 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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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找到了 那个人很好啊 安套老师 绝对会对你好的 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 他同意了 他说你带过去就可以了 走走走 马上就带你过去 来来来来小莫 哎呀 这个啊 这个 这个叫爱妮 靠谱靠谱啊 靠谱 靠谱 我觉得靠谱 你叫一下啊 好 爱妮 爱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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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面干嘛 刚讲未知 刚讲未知啊 有一种天大的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哎呀 你几十年了 谈恋爱吗 没有啊 哎呀 现在我介绍个女人给你 不用谈恋爱 直接结婚 等等等你看 哎呀 这个啊 哎呀 身材还可以吧 可以 还可以哦 对呀 你呀 娶了她了以后 我婆有了 孩子有了 有了 是不是 那不是挺幸福的吗 有点道理 对呀 你看 她这个人啊 哎 刚刚万一跟你说了 她叫小莫 是很贤惠的啊 家里面 你娶了她以后 你只放心去外面 工作就行了 她肯定把家里面 保留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紧净有条的 你啊 白天去外面干活 晚上回来 就能够吃上热腾腾的晚饭 晚上被我还闹哄哄的 哎呀 幸福吗 哎呀 幸福啊 对啊 想一眼就觉得幸福是吧 真的是啊 哎呀 再有啊 哎 你娶了她以后不但老婆有了 孩子有了 钱也有了 钱也有了 对啊 她还带 带钱再过来吗 哎呀 带可能就没带多少 关键是啊 你不知道啊 刚才录下她已经跟我说了 她不要财力 哇 那不要财力你看 先娶个老婆 二三十万是吧 嗯 你不用出二三十万 就等于你 你省下来了 省下来就等于挣到了 今年你就挣了二三十万 你上哪里找啊 真的 哎呀 你看 这个算法算得挺不错的吧 哎呀 一个人的结婚 领个赵 老婆有了 孩子有了 钱也有了 发了 从此以后 过着幸福生活 哎呀 可以啊 那 那 怎么想 哎呀 这种好事 说梦都想不到啊 哎呀 好像做白日梦 哎呀 不是白日梦是真的 哎 我问问人家同不同意啊 你先问一下 哎小莫 这个就是二纽了 都说就她一个人 她同意完全不同问题 现在她同意了 就看你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要她对我们好 我有一个安稳的家 其他的我都没问题 哎 你看你看 对了 人家同意了 只要你对人家好 对孩子 事如己出 人家就同意了 没问题 肯定对她好的 哎呀 那就行 那就这样定了吧 你今晚就在这里 暂时住下来 嗯 明天就去领证了 你们两个 明天就先休息一点 休息一点 然后就带她去领证 想来顺便逛街 给她买几多像样的衣服 嗯 好的 毕竟人家嫁过来不容易啊 得对人家好 是吧 好的好的 那就这样了 那你们先进去了 那谢谢你啊 哎呀 改天找个黄了几日 直接把邻居都过来喝上几杯 我也到时候我也过来 谢谢你 那就这样定了啊 那先进来 先进来 谢谢村长 你一直进来吧 哎呀我就不进去了 进来烫个鸡啊 对啊 你家还有鸡吧 有 我有啊 有鸡嘛 湯是老母鸡不不 好啊 哎呀 那我就不进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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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搞这种 留着给孩子买衣服 给给买奶粉 嗯啊 给小莫买衣服 毕竟人家嫁过来都是不容易 哎呀 那太感谢你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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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莫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希望二牛能够好好带她 哎呀 小牛 二牛终于也偷担了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了 是妈妈对不起你 可是妈妈没有办法 那些人等一下就追过来了 妈妈不能带着你去跟我吃苦 过冬朵心肠的日子 妈妈已经打听好了 最后人家 是她自己一个人 而且关键是她没有孩子啊 她心肠又很好 妈妈把你放在她家门口 妈妈 以后你就是她的孩子了 妈妈也舍不得你 妈妈也舍不得你 可是没有办法的 让人家追过来 妈妈不能带着你走 带着你走 你让他们把你拿去抵债啊 你就在这里好好地待着啊 跟这个最后人家一起生活吧 总好过跟着妈妈 冬朵西藏啊 我爸爸过来不哭啊 爸爸把衣服都放给你了 爸爸把衣服都放给你了 你好好跟你人家生活 听话点啊 哎呀 谁丢我小孩子在这里啊 哎呀 谁丢我小孩子在这里啊 哎呀 哎呀 我这么大声啊 谁啊 有人吗 谁丢我小孩子在这里啊 哎呀 干嘛丢我小孩子在这里啊 肯定是送给我养的吧 看见我一个人又没小孩子 哎呀 好可怜啊 要不以后你就跟我生活吧 我就可以帮你回家养吧 哎呀 怎么还放个行李在这里啊 哎呀 这小孩的衣服什么都要 哎呀 肯定是送给我养的 哎呀 肯定是送给我养的 宝宝就回我家吧 以后你就是我 趕快死吧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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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着月啊 阿姨问一下你哦 你是不是照顾人家的小孩啊 是啊 是啊 哎呀 儿子 妈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儿子啊 我是你妈妈 你看看我 我是你妈妈 你不是我妈妈 我是你妈妈 我是你妈妈 走 妈 带你上街好不好 妈 带你去逛 逛那个游乐场好不好 不要不要 走走走走 不要 走 妈 带你 妈 带你去逛街了 你们想干嘛 不是啊 大哥 大哥 你听我说 他是我儿子啊 什么女儿子 是我儿子啊 明天是否养到这么大的 这真的是我儿子 他是我爸 我当年 八年前 我把他放在你家门口的 你看 他脸上这颗字 他脸还清清楚楚的 我知道的 还有他身背后 也有一个小爱心的 哎呀 小爱心啊 对你清楚 哎呀 他说是我儿子啊 那真的是你儿子啊 是啊 那你怎么这么狠心的 把他抛弃啊 大哥 真不是我狠心啊 当初我生意失败啊 被那些人 讨债的都追着我 我天天带着他东躲西藏 他跟着我吃苦 所以我不忍心啊 而且我又看你自己一个人 孤苦伶仃的 我就想着让他给你做个伴嘛 总好过 跟着我天天过东躲西藏的日子 是不是 哎呀 你说现在你怎么意思啊 我把他养那么大了 你又想把他领回去是吗 不是领回去 我知道这些年你对他都很好 所以我 我是想你 可是我也不好意思 你别想啊 是我的小孩子 你看 我我这次来呢 就是 就是想弥补一下我这些年 对他母爱的缺失 哎呀 孩子这么大了 也不需要你来啦 快点回去吧 不要大哥 我好不容易把他养那么大 他要给我养了送中了 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养他不容易 可是我这些年过得也生不如子 但是我天天 对他真的是前掌挂肚啊 哎呀 你前掌挂肚 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抛弃 我就是怕他跟着我受苦 所以我就 就 现在 我日子好过了 我外面那些债我也全部都还完了 没有仇家来追我了 所以我就想 跟他相认嘛 大哥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哎呀 看见你一个女孩子家挺可怜的 我问一下小孩子意见吧 你想叫他妈妈吗 我想 哎 他叫了医生妈妈 你可以回去了 你可以回去了 哎呀 大哥 不要那么绝情吗 我还想多陪陪孩子 你看这些年 你们两个相依为命 确实也挺可怜的是不是 而且 家里面也没有个女人帮你操职家务的 哎呀 我一个人这么多年都自己都过来了 哎 我孩子马上长大了 他可以 我一个人这么多年都自己都过来了 去打工 站前养我了 哎呀大哥 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孩子想想 是不是 你现在家里这个家庭条件 以后肯定给不了他更好的生活 是不是 再说以后他 怎么能去打工呢 以后要考大学的 大学出来 到时候我在资助他 给他开个公司嘛 到时候你不是就可以 以养天年了是不是 打工打一辈子 怎么行呢 说他也是 他是你 这样好不好大哥 你看你也是孤身一人是不是 我这些年 我为了他 我也没有再嫁 都没有再找过男朋友了 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 要不我们两个合伙 把火过日子怎么样 就当是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嘛 你看到这些年 都没有母爱的陪伴 我想接下来的日子 尽量多弥补一点 那关于小孩子的意见嘛 那你想要妈妈吗 想啊 你看是不是 小孩子心愿去要个妈妈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妈妈 哎呀每天看见人家有妈妈 就问我妈妈去哪里了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 哎呀一个完整的家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真的是很重要的 大哥你 你要不再考虑一下吧怎么样 我现在很勤快的我能挣钱 我能上班挣钱 而且我自己也有公司的 为了小孩子那好吧 哎呀 哈哈哈哈 妈妈以后你就有妈妈了 小孩子 这些钱你先拿着 就当是我这些年对你的弥补 你放心我 卡里面还有 到时候家里缺什么少什么 只要你说我都可以买 太好了 可以吧 太好了 老子再加一生妈妈好不好 妈妈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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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校外手都长那么大的大哥谢谢你 那先去我家吃饭嘛 哎囡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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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